中廣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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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董 董之聲 在這邊提醒各位長輩 這幾天都會下這樣的椅 這幾天都會下這樣的椅 那這個稱作沒一句 其實我個人的經驗是 春天多下一些椅比較好 像我們這種農家子弟出生 就是說 你春天都下個椅 因為現在那個 就是剛播種嘛 不管你家是種什麼 像我們以前種的都是番薯 薏米 大麥 小麥以前很少種 大麥比較多 種芝麻 我小時候就在種這些 那種一種以後後來 你要是春天有一場椅就很方便 要不然你看前一陣子那種大太陽 大太陽你會怕的半死 那苗剛長出來就被曬 就被淹了 所以看了就非常難夠 我覺得下雨是不錯的 在春天是不錯的 可是你要防 因為這個已經 有些地方已經超亮了 所以春頭好大雨 有些地方有災情 那這個就變成說兩難 那其實在我們政治上很多事情也 他也就是兩難啦 你要挑哪一個 那都不下雨嘛 都讓他像我們前一陣子 那三十幾度這樣繼續曬下來 那等於說夏天提早來 對龍舟屋其實不好 因為他還沒有長大 他就要被曬死了 他如果大一點被曬不會死 因為他根就下得很地底下 可以吸到水分 那他如果剛長出來 他沒有什麼根 你一曬就是真的就曬死了 怎麼救了就不回來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剛剛為什麼 把他扯到政治 其實他這個東西是非常相關的 政治有時候很兩難 做朋友 人跟人 你在商場上 有時候也真的很難 你有時候 你很難去哪呢 有些事情是要怎麼做的 那政治的很兩難 就是譬如講 如果你看 我們現在當然全世界最重大的事情 就是新冠病毒的防止 救治 所以你看到所有相關的新聞 都影響整個經濟面 剛剛聽到我們的主播 他講 新冠病毒傳出好消息 莫德納 這家公司 測試出來成功 然後 整個股票就馬上就往上走 那這東西是真是假的 他有擠出來啊 我有多少人測試啊 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各位朋友 你去跟他注意 前一陣子的新聞 前陣子的新聞非常多啊 瑞德西韋你忘了嗎 瑞德西韋 有一個美國人 一吃第二天就好了 哇這神藥啊 為什麼沒有治好第二個 川普昨天講 你看 全世界 只有我川普不戴口罩 有沒有看到 川普周邊的人全部戴口罩 只有川普不戴 這個不得了耶 全世界會只有這兩個人耶 一個是金正恩 金正恩也是不戴口罩 好那 連蔡英文都要戴的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川普說我為什麼不戴 川普他吃 他沒有吃莫德納的藥 也沒有吃瑞德西韋 川普說什麼 我吃奎玲啊 我吃奎玲啊 奎玲我們至少在自內籍的對不對 我也吃芯片 一個金門的金再加一個辛苦的心 我也吃芯片 欸 川普沒事啊 川普為什麼沒事 因為他周遭的人都戴口罩 周遭的人即使會傳染也傳染不到給他 就這麼簡單啊 各位朋友 我講齁 你有時候看什麼叫兩欄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講疫情 疫情是兩欄啊 現在很多人 你要顧經濟 還是要顧疫情 當然疫情最重要嘛 所以經濟現在都受影響 那一聽到發展出新的疫苗 激勵美股 哇 開高走高不得了 哇 你看 人類 那個 過去的好日子又要回來了 那最快什麼時候 最快要明年初 那這個新聞喔 我其實是很懷疑的 因為過去類似的新聞太多了 對不對 太多了嘛 過去中研宴 台灣的中研宴要解放要幹嘛 哇 大家都好高興喔 那是什麼時代啊 各位朋友 要解放是什麼時代 五年前六年前欸 有嗎 那時候股票 台灣的生計股 我一張股票都沒有 我也不懂股票喔 但是台灣的生計股喔 你看到都是 都飆很高啊 那真正 真正有沒有真的把東西發明出來 很多都沒有看到 都是荒一個消息 哎呀 我們已經研製什麼樣成功了 怎麼樣怎麼樣 哇大家就很興奮就追逐過去 結果呢 結果什麼解忙啊 什麼搞一堆搞到最後 你東西就是沒有出來嘛 我老實講 東西就是沒有出來 那現在當然全世界最重要的疫苗 是新冠病毒的疫苗 是新冠病毒的疫苗 可是沒有人發展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講 吃了哪個東西有效有效 沒有完全百分之百有效的啦 沒有完全百分之百有效 因為上個禮拜是說 有齁 他們做那老鼠的實驗 發現老鼠就可以獲得那個 那老鼠是動物啊 動物實驗到人體實驗 那那是差別還還一陣子的 那現在 莫德納宣布說 我們人體實驗 發現了怎麼樣怎麼樣 你這個 就是 即使完全很順利的話 最快也是明年 明年 才有可能發展出 最快明年初 那我們現在新冠病毒 從一月到現在的五月 四個月 全世界已經 已經不知倒地了 全世界 一月到四月 到現在五月 總共四個月 全世界都不知倒地了 對不對 我們要從哪一天算起 從一月二十三號武漢 封城開始算起 今天五月十九 不到四個月嘛 不到一百二十天 那接下來 再四個月 再四個月 等於說再八個月 各位你可以看世界 再兩倍啦 就是說 把這個時間把它投藏嘛 世界會怎麼樣 我告訴你撐不住了 現在很多國家已經 開始把它的經濟把它 他們先比較交好的國家 譬如說澳洲跟紐西蘭 他們本來就在一塊 那我們兩邊互相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那個效益不太大 那歐洲 意大利跟西班牙 我們先開放一些地方 大家互相來做買賣 那這個就是從小到大慢慢的一個嘗試 可是喔 非常多的專家 非常多 傳染病學 或公共衛生學的專家 都在講 還會有一波啦 包括中南山 還會有一波 那接下來這波 大家會比較 謹慎嗎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不會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覺得說 欸我都躲過那一波了 表示我有 我們有這個本事啊 就是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今天全世界受到的影響喔 全世界可能跟我們很多小老百姓覺得自己不相關 那台灣受到了影響 台灣受到的影響就非常的大 我最近到一些店啊或怎麼樣 很多店真是受影響非常大 很多餐廳 有時候傳簡訊給我說 欸你要不要來 來我們這邊用餐或怎麼樣啊 有些老闆因為你認識啊或怎麼樣 他就他會這樣 你不來我們就倒了 我們就要做到什麼時候了 我收到好幾家這樣的餐廳啊 那有時候 有時候 一些朋友說啊大家去跟他捧場 不然他就倒了 以後就沒地方吃飯了 就就會有這樣 所以你你常常在媒體裡面看到說 欸哪一家店又收了 哪一家店又不做了 就慢慢的看到這樣的新聞 看到後面就麻痹了 太多了 真的這樣的店太多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因為他是疫情所引起的影響 那我剛開頭我為什麼講兩欄呢 你要經濟 還是要防疫 當然他講要防疫 那防疫不能太久啊 經濟都被掐死啊 沒有經濟我們怎麼活 你看美國 美國大家講他是一個多民主國家 美國有多少州 很多人挑出來 老百姓挑出來 跟警察對干 因為為什麼要限制我們的活動 為什麼要我們配合你的防疫 很多 而且美國總統川普還去鼓勵 大家出來鬧他 上街 對抗州長 州長只要跟川普不同黨 他就找人家對干 川普當然是一個沒有品格的一個人啊 就是說這個人的品格已經 大家就覺得做人不能這樣 就是已經 因為他講話沒有一季可以信嘛 他講了他自己又推翻 然後你再問他 你前兩天不是這樣講 我哪有 我沒有這樣講啊 川普是全世界最講話 言而無信的人 那這樣的人 你可以做朋友嗎 他在商場東片西片 東搞西搞可能可以成功 在政治上 政治上大家要有個奋計 川普是不講這個的啦 他認為我最大你們就要聽我的 那其實現在不是 現在美國死多少人了 川普能不能連任跟疫情關係也很大 那他現在知道 他把整個防疫他把他搞砸了 搞砸以後他的方式就是什麼 甩鍋 說中國大陸害他怎麼樣怎麼樣 就譚德塞害他怎麼樣怎麼樣 就每天去丟這個 那當然因為美國的這些官員 都他任用的嘛 就很多人出來配合他 除了醫藥專業的這些人 沒有配合他之外 其他那些政客講不配合他 蓬佩奧啦 或者那些什麼 國安顧問啦 副顧問啦 就是那些人 那那些講的話 其實都是很政治的 台灣現在正在跟這些人 正在交往 然後覺得說我們就要死爆了川普 你可以看到 今天台灣的處境就是這樣 可是 這個處境是安全的嗎 對台灣有利嗎 跟美國交往台灣只能付出啊 你不會有獲得 你不會有獲得 其實是很清楚的 台灣一直仰望說 會有獲得 不會 完全不會有 你要一直扒著美國 第一個 可以先吃美國牛肉跟豬肉啊 就這麼簡單 美國可不像中國大陸那麼友好你啊 中國大陸友好你 你就說統戰啊 好那我中國大陸如果不友好你 不友好你就說你看 打壓 打壓台灣 欸 我不買的石斑魚 我為什麼就叫打壓你 因為你們過去一直跟我買石斑魚 所以我們就種很多養很多啊 那我現在不買是我的權利啊 我買的時候你說你 你說我在統戰你 那我就不要買啊 我就不統戰你啦 那你害我經濟怎麼辦 你知道台灣喔 台灣現在的民眾喔 跟政府一樣 那種無恥秀秀秀上線 我講真的 你如果一個人是這樣的話 早就被偷棄了 可是在台灣做這樣的人 洋洋自得啊 你看啊那些人都被我騙啊 對不對 我吃香喝辣 我要秀嘴巴 內外我都要 李子面子我都要 台灣一直是這樣你知道嗎 各位你真的把他想 想說如果是一個人你會覺得 你這種人你會交朋友嗎 不會啊 那今天美國是一個言而無信 只是嘴巴講好聽 從來不給你好處的 這種這種人是不值得交朋友的 那中國大陸 你拿了他那麼好處 每天羞辱他 講的那麼難聽 然後最後呢 最後你看到的結果是怎麼樣 最後你看到結果就是 陳時中開記者會 然後再吃石斑魚 為什麼要吃石斑魚 因為要促銷啊 昨天我的老東家 TVBS 他們做一個專題啊 他們去高雄永安 訪問石斑魚的業者 台灣石斑魚很大 而且很好吃 就說 以前八成以上是笑大陸 現在沒辦法 當然因為兩岸的疫情啦 兩岸疫情是最主要 那如果接下來呢 接下來接下來 大陸繼續沒有跟你買你的石斑魚 因為疫情來的時候 兩岸動彈不得 可是石斑魚還在長大 石斑魚越長越大 吃的比以前更多 小魚吃的少大魚吃的多啊 現在越長越大超級大魚 越吃越多啊 這就是成本啊 那你怎麼辦 大陸沒有跟你買 只好叫國人自己買 因為你也銷不出去嘛 你也銷不出去 那國人怎麼買 就只好找陳時中來促銷啊 那 那我們過去八成賣中國大陸 這八成我們自己 國內有辦法來 消費掉嗎 石斑魚我也要吃 鳳梨我也要吃 世家我也要吃 每一種外銷產品 我們都要吃 我們有那麼大的胃嗎 所以台灣是靠外銷的國家 我們過去外銷中國大陸 大概佔我們國內喔 我們所有的外銷產品喔 銷中國大陸大概佔 國內的百分之四十二到四十三 那如果沒有這個你怎麼辦 沒有這個怎麼辦 我們是一邊 要人家買我們的 一方面嘴巴還要 還要羞辱人家 有這樣的交朋友嗎 是台灣不夠朋友還是大陸不夠朋友 是美國夠朋友 還是大陸夠朋友 其實你要周遭來講交朋友 或者做生意 你其實都非常清楚 可是我們被政治蒙蔽了 我們隨著民進黨政府 隨著那些政治人物 在裡面搞這些 那搞到最後 今天農民說 那我八成賣不出去 那我中國大陸幫你買 你也不會感謝我啊 你什麼時候感謝我 你嘴巴還要輕調 哎呀因為我的東西好吃 他才要買啊 我還不太想賣他咧 對不對 過去不就是這個態度嗎 石斑魚四目魚 我們就是這個態度啊 我們很驕傲 不得了啊 對不對我們的水狗好吃啊 他搶著要我們還不想賣他咧 好的東西為什麼要賣給他 應該放在台灣 讓我們台灣人來吃啊 好啊 那你自己吃啊 台灣就是過去就是 理直也要面子也要 我講真的 因為我接觸非常多啦 我接觸非常多 這些農民其實我自己也接觸過 農民一名我自己也接觸過 然後他們那種驕傲啊 不可一世啊 他不曉得有多少人去努力 真的很多人去努力 這些努力的人 被民進黨罵賣台 被這些農移民 不堪在眼裡 我不騙你啊 在台灣喔 你有時候覺得自己的奉獻喔 很不值得 因為受你好處的那些人喔 不感謝你還覺得自我 覺得很了不起啊 我真的這樣講你知道嗎 我不騙你 我有時候 我們 我們不敢講自己對這塊土地 有多少貢獻 至少我們 胡兵役 納稅對不對 我們去推銷 好的東西 對於弱勢 我們大量去報導 希望大家來協助他 做過很多啊 但是受你協助的人 他會不會感謝你 不會 不會 我也不會在意喔 我老實講 我不會在意 因為我做是自己做喜歡的 可是你去幫他 他還要羞辱你 他還要羞辱你啊 這種事情常常發生你知道嗎 你幫他他羞辱你 就是說你是 你是有目的的 你是有目的的 我有時候講喔 我們可能過去日子過得太好 真的有時候 有時候 對於很多這種語言 聽不下去 我對於政治人物講話 我都能免疫啊 因為台灣的政治人物 你只要不要太小咖 百分之九十五我通通認識 我敢講啊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所以不要太小咖 比如說你縣市首長啊 立委啊 或者這些 或者過去 過去當過部長的 現在部長 我大概百分之九十五我是認識的 那他們講的話 我知道因為裡面 因為有黨派有政治議員 所以我是不會太那個 太在意 因為我知道你們的政治立場 你們必須怎麼講啊 我過去當電視台主持人 有時候講一講 因為我們都是做現場 現場 講到某個階段 三分鐘廣告 我就要先進廣告 那三分鐘我們坐在哪裡幹嘛 在聊天啊 我有時候 因為前一陣子 不是說前一段 剛好民進黨或誰講完 然後下來就進廣告 進廣告我就會 秀 也於民進黨那個 你剛剛講那個胡扯嘛 怎麼可以這樣講 董哥我跟妳講 我在電視台我一定要這樣講啊 不然我就被我的支持者修理啊 我當然知道講這個是沒道理的 可是我有選票 我們當然大家都會議嘛 哈哈笑對不對 你要經營你的選票 我也理解啊 私下講他也知道 他講的是不對的 可是就政治上他是對的 這個我們非常了解啊 但是 這些政治人物我都很能夠了解 也能夠諒解 因為你們 要去欺騙你的選民 要餵養你的選民 我其實最比較不能忍受的是怎麼樣 我們有時候到地方去去跑 那農民啊 漁民啊 那些是明顯受到好處的 他們也不用繳碎 一毛錢的碎都不用繳 每個人的氣焰是高張啊 覺得我 我這東西都好你看 那 中國都 好像自己都了不起 他不曉得別人有多少善意 中間有多少別人在幫他穿梭 不曉得 他認為吃自己的產品了不起 我告訴你啊 要做出好產品不然啊 全世界喔 你做鞋子的台灣第一名嘛 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不做你呢 你怎麼辦 你說我們產品第一 艾蘭做不到 印度做不到 是啊 他做不到 五年十年後他就做得到了 我告訴你 這不是什麼高科技啊 台灣現在以為全世界 最高的科技就是做口罩嗎 做口罩嗎 現在美國大量訂口罩 法國也大量在訂口罩 這些口罩工廠在哪裡 他有趕快請台灣幫忙做嗎 台灣現在產量已經三千萬了 有沒有人來請你做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嘛 對不對 我們口罩可以大量歪銷 現在台灣一天口罩大概 一千兩 一天大概需要量最多一千兩百萬個 最多 我老實跟各位講 從災情到現在我沒有買過口罩 小董我沒有買過口罩 我只有在電梯戴嘛 我平常騎摩托車 然後我其他地方我都不用戴啊 我也不做捷運 也不做公車我不用戴 但是當然 你如果一個正常人來 可能我一天用一個 那所以需要的人用了 我們現在一天 國內需要量大概一千兩百 兩百萬個 那可是我們產量可以到三千萬 美國最近大量下訂單 為什麼沒有跟台灣下訂單 為什麼沒有 我們認為口罩是全世界最高科技嗎 不是 口罩是最普通的技術 法國美國他們最近大量下訂單跟隨地下 那訂單在東莞耶 中國大陸的東莞耶 你看你如果看台灣媒體 你一定會 會啟笑啦 你要聽小董 分析喔 你就會知道 原來事情這麼清楚 台灣的媒體喔 尤其 因為台灣媒體 百分之八九十之後 是挺民進黨嘛 挺立 所以他在寫 中國的口罩品質都爛都壞 都插進 都轉變 各國都嫌對不對 我們曾經有三四個禮拜一直在報導這樣的新聞 哪一個國家嫌不好 你如果看了自由時報你會變笨 因為你不曉得新聞是很多變的 你如果每天去看那三例以後 對不對 或者連帶 或者一天是這新聞 你的腦袋就不連光嘛 因為你無從去比較 結果 你看全世界都說中國大陸的口罩最爛 醫療器材最爛 那為什麼最後大家都去那裡下訂單 我請教你 因為 任何東西它都會有瑕疵品 然後我們口罩呢 口罩分好幾種啊 我簡單講有三種 簡單講 它當然分的更新 第一種醫療用的 N95對不對 大家看醫療用了 那整個臉照得死死了 你看很多護士一脫下來 那個臉都是痕跡 大家說哇那是光榮的標誌 因為他們戴的就是 最高級的嘛 醫療人員使用 那他們很多還戴護目鏡 還要全身穿防護衣 對不對 大家看到了 那這種就醫療型的口罩 第二種呢 一般醫療口罩 就是我們現在到處賣給你的 那 另外還有一種口罩 叫做什麼口罩 叫做黃臣黃臭口罩 那其實喔 中國大陸 那時候銷出去的 很多是 黃臣 黃臭的口罩 外觀是一樣 它跟一般醫療口罩一樣 我們現在當然 大家戴的 一般醫療口罩啊 那它外觀跟黃臣黃臭口罩 黃臣黃臭口罩 被銷到歐美那國家看 這個不符合啊 所以就說 中國大陸品質差 因為你買到黃臣黃臭的口罩啊 你沒有買一般醫療口罩 一般老百姓用一般醫療口罩就可以 你沒有買到那樣的口罩嘛 那當然也很多奸商 把這種口罩 把黃臣黃臭口罩 當作一般醫療口罩賣給你 它比較貴一點嘛 大家都在搶口罩 所以你就買了 我告訴你實情就是這樣 所以就說 中國大陸品質不好 一直報導 但你看了台灣這一媒體 你就變笨啊 就覺得 全世界買醫療器材 大家都嫌中國大陸是最差 最怎麼樣 現在全世界產量最多是哪裡 中國大陸 他一天大概可以產 大概將近兩兆 兩兆的口罩 兩兆啊 兩兆跟口罩 各位朋友 因為它 它是很基本的東西 它沒有什麼高科技 那我們現在敲鑼打鼓 我們把很多信息弄的 老百姓會錯亂 所以我在台灣 我在很多場合 我就告訴很多朋友 就是說 你要是周遭有朋友 請他平常聽聽我節目 我不敢講自己都了不起 像我們做廣播 我做廣播最簡單的就是 你聽我節目不用錢 不用錢啊 你上中廣論壇 或者我另外的節目 酒吧新聞台 我們這節目不用錢啊 你手機就可以聽了 你加入APP就可以聽了 那你要看那些垃圾電視台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們在做評論 譬如說49、50、51 53、54 這些利盈的台 他每天做得很爽動 哇這個好像 那個誰誰誰怎麼樣 我告訴你那種東西 很多議題本身就是假的 要不然就是斷章起義的 然後你最後 為什麼不是我們想像的 譬如講 譬如講 各位朋友 你要看 你如果看自由時報 還有那些什麼蘋果 那些獨派的報紙 那就更不清楚了 我譬如講 現在全世界在看什麼新聞 疫情嘛對不對 疫情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世界衛生大會 世界衛生組織下面的大會 現在在日內瓦舉行 那台灣時間是什麼時候 大家看新聞鋪掉概率 一般人根本不清楚 只好說好像在辦 我告訴你 他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昨天晚上六點 在日內瓦 因為我們有時差嘛 所以在台灣時間 昨天晚上 3月18晚上六點開始 那裡面重頭戲是什麼 你說欸台灣要加入啊 沒有 重頭戲沒有 那不是每個國家都 挺我們嗎 很多人連署嗎 是啊在台灣你看到都是這樣 全世界的媒體 好像都在報導台灣 黃毅都成功 蔡英文專訪 陳時中專訪 都了不起 你看全世界多少國家 都希望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那世界衛生組織 有沒有討論這個 有人提案啊 我們的邦交國 14個 14個邦交國有提案啊 我們有15個邦交國 但是因為 范蒂剛是教廷 他不是肺炎國 他不是肺炎國 范蒂剛為什麼不是肺炎國 為什麼他不是聯合國肺炎國 因為他認為聯合國所有的國家 都是我的子民 我教宗 我教宗是萬國之王啊 各位你懂了吧 所以 那所以 范蒂剛是我們邦交國 他只能當觀察員 因為他不是肺炎國 那其他的肺炎國都幫我們簽了 14個 那各國呢 各國不是有多少議員 我們媒體打開 台灣媒體打開 那些議員又停我們 是 那那些議員應該去要求他的國家 跟 幫我們聯署啊 沒有 沒有一個國家幫我們聯署 各位完全沒有啊 那昨天 昨天在世界衛生大會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前天就告訴我們說 有人提案 好 那譚德塞說好 讓我們就放在會中討論 會中有沒有討論 會中說這個案子 延到年底再討論好了 前場沒有人有意見 就是前場 沒有人有意見是什麼 前場就是194個世界衛生 大會的會員國 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國 參加這個會生大會 說有人已經提案 有人怎樣 然後 他們的秘書就是說 這個案子 是不是放到連底討論 沒有人講一句話 一致通過 一致通過把台灣的案子放到連底 前場沒有人講一句話 你知道嗎 無意義通過 通過以後 美國國務卿 就開始 怎麼可以這樣 這種人是下山爛的垃圾 你那麼挺我 你在會場為什麼不講 你那麼挺我 你為什麼不幫我們連署 各位這個就是演戲 這就是超級大政客 你知道嗎 就是 可是台灣把它當做把 哇 這個人怎麼樣怎麼樣 各位我講是一個很很關鍵的事情嘛 對不對 你要挺我的話你就幫我連署 不要 那你你不幫我連署 你在會中幫我講話 我剛剛講 會中沒有人講話 前場 無意義通過 包括我們14個邦交國 各位這就是昨天的情況 可是你要看這三個禮拜 台灣所有媒體 我這次有多少人聽我 我們好像快要進去了 我在我的九八天來 我就說不可能進去啦 不要 你把這東西弄很高 弄到最後大家很失望 大家 國人 台灣人 要失望的話 會痛恨中共 都是中共害我們進不起 會痛恨中共 民進黨的選票就會穩固 我告訴你 這些都是政治你知道嗎 媒體在敲什麼鞭鼓 因為媒體都在鞏固民進黨的政權 就這麼回事 各位朋友 我看得非常清楚 你跟你的朋友講 多聽小總節目 不管酒吧 或者我在中廣 或者我跟藍仙的節目 在觀點 我們這節目不用錢啊 那你聽一聽我講有沒有道理 百分之百是有道理的 我們不要被那些政客 被那些媒體洗腦跟著他走 這就是最終的目的嘛 等一下回來 繼續K 繼續罵